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自己本身都是失智的患者 又是失能的患者 所以那时候得到的 长照照顾服务的品质可能也参差不齐 那一开始我并不是长照理人相关人员 那后来我投入这个行业之后 就慢慢往长照照理人的部分提供服务 像所以说我们其实因为这几年来 就开始成千居家服务啊 日间照顾啊 或者社区关华据点 或相用长照站等等的一些 比较偏向前端的社区会发服务 创门是衣服背景 这第一个就占了很大的优势 比较明显优势 它就是第一个我们叫服务多元化 第二个是我们专业能力的 它专业性广度非常的广 在不管是生活上啊 或者是比较专业性的服务的咨询方面 我相信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服务 相对其他单位来说的话 机构在这方面其实做的还蛮足的 就是什么日照也有 然后居家也有 失智据点跟关怀据点 其实一条龙服务我们做的什么都有 还有一些融合 像是社会局又推广说失智的步标 我们就是融合QR Code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把它绑在衣服上面 然后如果它肩走失的话 可以直接扫描 然后让它找到就是回家的路 我们今年有接了一个计划案 就是失智友善社区 其实这方面也是为了利用这个失智友善社区 然后来帮助大家 不要让大家就是有点歧视失智症的长辈 其实它跟我们一般人一样 只是有时候他们退化的比较快而已 比较早期退化而已 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人 就是有这方面的需求 想要打造说高龄化一个社会的趋势 对然后可以帮助社会大众 第一步是先把专业人才训练出来 第二个希望我们在有服务的区域 慢慢扩展每一区都有同样多元化的服务 服务项目你除了还要服务长辈之外 家属可能也是你服务一个重点 所以说取得人的信任感跟他服务的那个专业度 其实对长辈领域这个产业来讲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份工作面临到很多的居服员家属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 那有时候每个人想法不见得都是一致的 那有时候各管核定的项目跟个案 其实他们的需求上也是不尽相同的 所以有时候就是会多方面的沟通 他如果是新来的个案 然后就是他可能原本是这样的case 可能比较长期卧床 可是经过我们的照护或去服务员的照护之下 就是他的状况有越来越改善 生活上可以变成他可以治理的话 那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最大的鼓励 这个工作让我学习到蛮多的 其实也认识什么叫做狮子 其实这个行业 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只是没有碰过的 是还蛮特别的 我在这边大概待快六年 那看到状况也还蛮多的 其实居家照顾服务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个案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跟以后我们未来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在这边感受很深 那这也是一直支持我走下去的动力 你得到的是你人生一个宝贵的经验 每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那就是对自己跟单位的尊重 做什么事情都一样 你要有高度的热忱 然后培养自己专业能力 才把这个事情做好 对大家跟对我 都是一个很好的正向的循环跟注意 我真的很感谢我们这些 跟我们一起打拼的服务同仁 他们得到成功的专业度 真的是支持 这个经验走下去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动力之一 今天有这样慢慢的发展起来 是透过他们的慢慢的努力 要是没有他们 真的这个经验是很难做下去的 我们能够走下去的 要让我们支持你 我们下班的停地 可能会帮我们的听好 到我们也听到你 在我们下班的头上